一会儿见 小阳 你要是有事就先去忙吧 不用担心我了 我还是要劝你早点回去 你就是留在这儿 孙一维也不一定原谅你 如果他真要原谅你 你回了家他也一样原谅你 这跟你是否留在这儿 没什么关系 我再想想 你放心吧 如果你真的想要走 现在还来得及 当然了 如果你还没想好的话 让你尽管住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太谢谢你了 好 那我就先走了 你想好了打个电话 或者发个短信通知我一声 嗯 喂 我说 你这婚订得如何呀 有没有跟那个 楚晓晓擦手里火花来 我呀 跟丁一刚从五台山回来 这不 第一天上班 百忙之中抽空 关心一下我们同志啊 副总 我告诉你啊 你以后少他们关系我 没你关系我 我本来日子过得挺好的 你说你出的什么搜主意啊 啊 妇女朋友 还非处孝孝不足 还什么纯情仗义 我告诉你全是假的 他来给我印竹 完全就是为了找素财 找素财写在那本破书 你知不知道 他背后借了一屁股债啊 而且他原来 早就已经有男朋友了 现在那两个追债的 还有他男朋友 全都追到楼门我们家来了 你不是跟那个上学前 都已经打听清楚了吗 你说他的背景绝对可靠吗 你怎么打听的你 那你先慢点说哥们 那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别一下子说 你都把我说晕了呀 你晕 我现在比你还晕呢 你这样慢慢说 一点一点说 我帮你分析分析 你千万不要你那进了水的脑袋 给我分析 你能分析出什么来啊你 你从头到尾 得把这事说清楚对不对 一点一点说明白 你这么多一块说 我哪听得懂啊 听不懂我现在还想弄明白呢 我现在特别想知道 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哪个能信哪个不能信 你你先别急 别别那么激动 你先冷静一下啊 你告诉我怎么冷静 我怎么冷静啊 现在我奶奶病了不说 连我爸都躺到医院里去了 我撒了一个火 结果还得用一个一个火 来圆我自己那个火 我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 我都快崩溃了 我害了自己不算 我现在把我们家里人 全搭进去了 什么叫孝顺 我还口口声声说孝顺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孝顺了我 你刚才说什么 你奶奶和你爸都进医院了 是不是穿帮了 我懒得跟你说 喂 笑笑 我是钟蕾 温柔 还想找到那个喂 我一样 一个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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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有 大器智商 我还想找到这些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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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为 bijvoorbeeld 你都对那一个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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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 我的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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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我也不知道 有什么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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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 我怕我们不过来 你要做这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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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你和想看我 只可怀倒会 对我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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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公 您醒了 雷雷啊 你不在家里照顾太婆 怕到这儿干什么 我来看看您呢 您好点没有啊 我没事了 休息休息就好了 不用担心 知道了 外公 不过 有一个比我还担心您的人 想来看看您 跟您说几句话 谁啊 进来吧 笑笑 外公 笑笑今晚就要坐火车回家了 她想在走之前跟您说几句话 叔叔 对不起 请您原谅我 我让您伤心了 我知道 家里的人都那么喜欢我 疼我 知道我们其实是一直在演戏骗你们 一定行李会接受不了 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着急想把妈妈还债 才答应和义伟签了租女友的合同 我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 叔叔 您放心 我回家以后 就会把钱还给义伟的 真的对不起 请您原谅我 你发动 曉晓 你别说了 外公 三姨都把笑笑的身份证给扣了 还逼笑笑写了欠条呢 笑笑不会骗我们的 你在这儿干什么 跟我出来 小舅 你干吗 我 我去看看啊 你昨晚住哪儿 我住在富阳 富阳哪儿 南国酒店 南国酒店 你哪来那么多钱住南国酒店 我昨天在富阳街头 遇到了一群流氓 他们追着我 然后追追追 就追到了南国酒店的附近 我原来有个朋友 以前给他做过一次采访 见过一次 然后碰巧我们就 见过一次就帮你付房费了 你蒙谁呢 你当我是傻子 除非你那个朋友会算命 算准了你昨天会在富阳 算准了你昨天会在富阳出事 天底下就是有这么巧的事 他就是碰巧 昨天来富阳出差的 他怎么别的时候不来啊 他前段时间干什么去了 为什么偏偏在你出事的时候来啊 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别的时候不来 偏偏昨天来啊 行了吧你 你根本解释不了 因为你一直在撒谎 从你来龙门那天 一直到今天你都在撒谎呢 对 孙医伟 我就是在撒谎 从来到龙门到今天 我一直都是在对你撒谎 我全是在骗你 你这个人也太可笑了 怎么全世界的人都那么爱骗你啊 你怎么没有一个人可以去相信啊 是 我是挺可笑 我还是个傻子 那个人根本就是你男朋友 他根本就一直躲在富阳 你们两个是合着火来骗我 还花钱去租两个追债人来骗我 现在钱你已经拿到了 你还来找我干什么 来这儿让我示威 来这儿嘲笑我来了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呢 来 笑笑 笑笑 小舅 你这是干吗呀 你昨天不是为了找笑笑 着急地要命吗 现在他回来了 你干吗要这么对他呀 他就要回家了 他这次是特地来给外公道别的 你知不知道 回家 是 他要回家了 他说早点回早点挣钱给你 走了也好 他留在这儿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我孙不安愧对列祖列宗 怎么养了这么个大逆不道的儿子 真是家门不幸啊 也不全怪儿子 也怪咱们是不是逼得太紧了 老头子 你以后不要再骂他了 这几天我看他心里也挺难受的 爸 妈 一瓶来了 那这给爸爸 你怎么样啊 身体好点了吗 好多了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不留在家里照看奶奶呢 妈 别担心 我已经向忠义留在家里陪着奶奶了 我就是担心爸爸的病情 可以过来看看他 一瓶啊 你奶奶有没有问 怎么把他接到你家去了 问了 他一大早起来就说 一伟和笑笑昨天怎么不去看他 最关键的是 他还说要早点回龙门 妈 你们也不用担心了 我跟他撒谎说 昨天夜里笑笑病了 义伟陪笑笑一块去杭州看病 去杭州 笑笑她 她说她要回家去啊 那 那也没关系啊 到时候我就跟奶奶说 笑笑实在病得太严重了 那就直接从杭州坐飞机回去了 那义伟怎么办呢 也之后叫义伟陪她一块回去吧 离元宵节还有好几天呢 你还想什么元宵节呢 这个年 被这个不孝之子交得鸡犬不宁 她在这儿我也没什么心情过年 让她早点回去 我也眼不见心不烦 晓晓 我可算找到你了 你千万别生我小舅的气 但是因为最近发生太多事才会这样的 你小舅 我以后再也不会相信我了 晓晓不会的 等过两天她冷静下来就好了 你不用安慰我 她没有什么再相信我的理由 不是吗 周磊 看来我是该离开龙门了 晓晓 你的笔记本还在龙门呢 你不要了 忘了 我的笔记本还在龙门呢 嗯 是啊 晓晓 要不这样吧 我陪你回龙门去拿 走吧 嗯 走吧 爸 爸 你不要叫我爸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 你赶快离开龙门 你也不在这儿 我还能多活两天 爸 爸 爸 儿子错了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还以后 就这一次 老子的半条命都给你气没了 爸 你和晓晓一起走 你要还有点儿孝心的话 就赶快回去 你奶奶现在什么都还不知道 晓晓走了 你留在这里 你怎么向她老人家交代啊你 爸 您别着急啊 爸 晓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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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站起来啊 爸在气头上 你别往心里去 一位 听大姐一句话 大姐认为 你还是早点离开龙门吧 你留下来的话 奶奶一定会起义心的 刚才我和爸妈都商量过了 你就说 晓晓病得太严重了 然后你就陪着晓晓 一块从杭州直接回去了 这样说还好点儿 一位 你听大姐的 大姐 待会儿回家收拾行李 准备好明天就走吧 一位 别生气啊 妈 不好了 太婆不见了 你说什么 你 你说什么 别着急了 这么点小事你都发不好 我叫你在街里好好看着 你气死我了你 你气死我了 我还别打了 别打了 别打了 打死你啊 太婆想喝豆浆 才让我出去买豆浆的 可我一出去 她就不见了 那还不是因为你 别吵了 姐 姐 找人要紧 奶奶要出点事 我饶不了你们 快去找啊 你 不是叫您在我家多住几天的吗 你 没事 没事 我不是叫您在我家多住几天的吗 喂 喂 钟蓝 什么 奶奶在楼门了 奶奶在楼门了 什么 萧生也在楼门 来来来 感冒发烧啊 要捂汗的啊 奶奶 汗啊捂出来干冒就会好 知道吧 我说钟蓝啊 你这个热水袋怎么冲了老半天 你在模样宫啊 来了来了 太婆您着什么急啊 这不是好了吗 不冷也要五大 感冒没这么快好的啊 来 你看看你看看 我一天没看见你 脸就瘦了一大圈了 回来了没几天 就有一半是生病的 奶奶看了真是心疼啊 一会儿 让义伟妈妈 给您弄点好吃的补补身体啊 奶奶 您对我真好 其实我没事的 我的病已经快好了 倒是您 您生病刚刚好 真的不用照顾我了 没事的 奶奶没事 奶奶身体好着呢 奶奶 我对不起您 怎么是你对不起我呢 是奶奶对不起你 要是奶奶不装病啊 你也用不着医院家里两头跑 不跑啊 装病 太婆 您是装病啊 爸 你不用担心了 朱磊不是说了吗 他和笑笑已经说好了 怎么去跟奶奶说 怎么去应付奶奶 你就放心吧 而且笑笑也说 一定不会让奶奶知道 这个租女朋友的事情的 你放心 他们会做好的 是啊 义伟啊 你赶快回楼门吧 省得你奶奶起疑心 你赶快回去吧 你等等 你回去啊 跟笑笑说 如果他真的希望我们大家 能相信他原谅他 那他就回龙门好好陪着奶奶 等过往元宵节再走 你们的合同商 不也这么写的吗 这 你听到没有 哦 我听到了 爸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转告笑笑的 还有 你啊 给我小心点 既然这个主意是你出的 既然这个戏 已经演到这个份上 你就给我认认真真地 好好把这场戏演完演好 如果真的出了什么差错 如果奶奶真的病倒了 你 你就不要让我这个罢了 我知道 还不快去啊 去吧去 那我去了 快去吧 义伟等等 别忘了在门口的小摊上买点吃的 因为钟蕾和笑笑都跟奶奶说 你是为了买吃的才挽回龙门的 所以才叫钟蕾先送笑笑回家了 待会儿千万别穿帮啊 行 我知道了 太宝您慢点啊 慢点儿 奶奶 我回来了 义伟啊 你买东西嘛 叫谁买都可以 怎么把笑笑扔给外上 亏你想得出来 太婆 舅舅这是心疼笑笑 怕我们不知道笑笑喜欢吃什么 所以她要亲力亲为 是啊 奶奶 好了好了 你爸爸妈妈怎么没和你一起回来 他们以为您还在大姐家呢 所以今天特意去看您了 谁知道您自己跑回龙门来了 他们今天跑了趟杭州都挺累的 所以就留在那儿 明天再回来 不回来了 太婆 您今天跑了一天了也挺累的 我送您回屋休息休息 睡一会儿吧 是啊奶奶 要不您回去休息吧 我要去睡觉了 谁给笑笑做晚饭呢 你们男人也不下厨房的 奶奶 一脸你怎么来了 我妈给我打电话了 说他们今天住在大姐家不回来了 让我过来给您做饭 你妈也真是的 还让你来跑一趟 你自己家里上又老下又小 你就不管了 没关系的奶奶 我婆婆会料理的 太婆 现在二姨来了 有人给我们做饭了 您应该好好回去休息一下了吧 是啊 您回去吧 好好好 我回去躺一会儿 对了 依脸啊 这个笑笑的饼刚刚好 饭菜烧得要清淡点啊 知道了 奶奶 好 太婆 慢点啊 我去吧 医生怎么说 我明天能出院吗 爸 先喝点水 医生说啊 可以倒是可以 不过呢 您的情绪不能太激动了 不能再受任何刺激了 还能有什么刺激啊 这么大的刺激都受了 只要你奶奶没事 我也就没事了 你看这事搞的 咱们全家人都跟着他们两个人 学得会撒谎 会演戏了 妈 事到如今 就什么也别说了 说什么都没用啊 再说过几天就要到元宵节了 咱们大家好好努力努力 熬过去就可以了 老头子 老头子 你真的没事了 你不要再啰嗦了 明天我要是不出院的话 马问起来这么说 今天住的一平家里还可以 说明天也住他家 这不行 不管怎么样 我明天一定要出院 大姐 你好 七梅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爸生病住院了 所以过来看看 七梅啊 快过来坐 看你买那么多东西 爸 你怎么样啊 好点没有 妈 爸身体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生病了呢 怎么突然就生病了呢 这儿子也是我们孙家最金贵的人 你还是上楼好好看你那个储笑笑吧 别再给家里添麻烦 我们家可承受不起 走啊 你走 你走 你赶紧去吧 什么 租的 其实这件事情 也不能全怪义伟 我们家里人也有不好的地方 我们不该催他 把他催得那么紧 把他逼得太紧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才想出了这个办法来 其实这么多年 一位心里的心结 从来就没有打开过 他从根本上 就不想去找什么女朋友 所以 才闹出这么荒唐的事情来 现在全家人 都不知道该怎么收成 为了奶奶 希望你能继续履行合同 一直到元宵节 如无意义请回信心 好 见到奶奶了吧 见到了 他已经睡了 那钟蕾呢 钟蕾回复养了 我去做饭 不用了 二姐已经开始做了 我去帮二姐吧 我这是上辈子欠你们的 让我伺候谁不好啊 让我回来伺候一个骗子 二姐 你不要以为你回了龙门 我们全家人都会原谅你啊 我告诉你 要不是为了奶奶 我死都不会来给你做饭的 二姐 要不你先歇着吧 厨房都是我来做 你来做 你做的饭能吃吗 我们敢吃吗 你看看你连宅哥钢豆都那么多丝 怎么吃啊 说你有多笨就有多笨 你不要烦了 你不要站在这儿拧着好不好 怎么那么拧啊 你走 你正这种可怜想给谁看啊 是你自己要逞强站在这里的啊 这 这愿不得我 不 二姐 是我自己不小心 你不要烦了 说你这么简单的事你都做不好 还是大学生呢你 你怎么了 我刚才想帮二姐切菜 不小心切到手了 没事 一伟 你赶紧把她给我带走 站在这里爱手爱脚的 干什么你 走 走 走 你手怎么了 没事 我看看 怎么回事啊 没事 奶奶 我看看 怎么伤成这样啊 小小 我不是叫你好好在房间 休息无五汗吗 没事 跑去厨房干什么呀 一连 一连 你过来一下 奶奶 笑笑的手都伤成那样了 你怎么还让她干活呀 奶奶 不是 是我自己要帮忙 二姐说不用我帮忙的 要干活也得身体好了嘛 你也真是的 看到她手受伤了 怎么也不帮她包扎一下 奶奶 二姐刚才在炒菜 没有看见我受伤 好 你呀就是太逞强了 大伙也得等身体好了再干 你二姐的家伙 干得比你好 叫她多干点 我知道 所以想跟二姐学习学习嘛 要学也慢慢来呀 一位 好 快快快帮她处理一下 好 走 睡吧 以后啊不会干就被盛强 让一大堆人跟在你屁股后面担心 你怎么老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 喂 是我 你在哪儿啊 你的行李还在房间里呢 你去哪儿了 你等一下哦 我现在在龙门 在孙义伟的家 对不起逍遥 走的时候挺匆忙的 所以没来得及告诉你 你怎么能又回龙门回孙家呢 你是不是哭了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没事 我挺好的 你不用担心 那你的行李怎么办 明天我去酒店拿 行吗 那我给你送过去吧 明天我正好要去龙门看场地 不用不用 我还是明天自己去拿吧 小杨 先这样吧 我先挂了 明天再给你打电话 喂 喂笑笑 喂 我刚才我是 对不起 喂 小甜 打完了 打完了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刚才 看你正在打电话 也不敢打扰你 你 你在跟谁通电话 我好像还听到什么龙门 哦 是 是复养旅游公司的人 他们问我明天要不要去 去现场看一看什么 哦 你没事吧 排练一天了 我看你气色不太好 早点回去休息吧 多杨 我送你 我今天 见到孙艺伟了 在哪儿 医院 我去看她爸爸 小甜 你放心吧 我在孙家 不会有事的 看在她问你还了债的份上 那你就好好留在他们家吧 就当是江功夫过喽 我也是这么想 好了 我先不跟你说了 先这样吧 再见 齐美姐 你还是没有告诉她事情 对吗 我不想为难她 那不是我想要的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想 我已经永远失去了我想要的 她之所以关心我 之所以牵挂我 不是因为她还爱我 还对我有感情 而是因为她太善良了 况且 我根本就不值得她爱 童姐 别这么说自己 我看 演出的是 不 演出我一定要去 我已经两年都没有走秀了 更不要说是主秀 况且 这次是在复阳 在龙门 你去过医院了 是 你和一伟的事情 我也听说了 一伟曾经跟我说过 这个家里 你是最不能欺骗 也最不能伤害的人 之前其实她不想带我去见你的 我是因为好奇 非要跟她去的 我要说错了什么 你别放在心上 你别放在心上 秦梅姐 你有没有想过 孙艺伟 为什么会做作女朋友回家 这么荒唐的事情 其实我一开始也不知道 像她这样的人 为什么会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情 直到我听说了 你们当年发生的那场车祸 我才明白 这家伙这么做 真的是为了想让你们全家人开心 当年的那个灾难 其实是你们孙家所有人心里的一个结 表面上看这件事情好像是已经过去了 可是这件事情 让你把自己隔离起来 不与孙家的人接触 也让依伟一直活在内疚跟自责中无法自拔 这件事情 分离了孙家的人 让你们每一年都不能真正的团圆 每一个年都过得没有年了 秦梅姐 这要活着太苦了 我知道 只要是活着 都一样苦 一样难 为什么要活得那么难呢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你才是这件事情的根本 只有你肯原谅易伟 孙家的人才能真正地开心起来 一切事情才能往好的方向发展 你是孙一伟心中的一个结 这个结一天打不开 他就不可能去接受周围的事情 更不可能去交女朋友 我知道 当年的那件事情让你觉得很痛苦 可是你至少可以有一个去恨的对象 你可以去恨孙一伟 可是易伟 他不能去恨任何人 他只能恨他自己 一个人 他恨自己比恨别人要痛苦得多 也可怕得多 易伟他是学汽车专业的 我看得出来 他特别热爱这个事业 那是他心中的梦想和追求 对 他放弃自己的梦想和追求 他心里一定有特别深的痛苦的力量 而在这力量中 最强的就是你 青梅姐 就原谅易伟吧 只有你原谅他 他才能够走出阴影 他才能够去接受周围的事物 找回自己 而且我相信 你原谅他的那一天 也是你重新开始生活的那一天 不要再这么痛苦地活着了 不要再惩罚自己 惩罚义伟 惩罚所有爱你们的人 好不好 也许你说得都对 可是 很多事情说起来容易 可做起来难 不 不 我相信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只要你肯勉练 就一定都能做得到的 酒 瑶瑶